第127章 自是不愿与之争锋 马车里铺着厚厚的银灰毯子 车厢壁处还有一只铜炉 燃着无烟的银霜炭 深腾的暖意 俱是被挡在了后时的车门帘里 事宜外面虽然下着雪 车厢里面却是暖如阳春 真妙觉得有一些闷 就用两根手指轻轻捏起车帘一角往外瞧 只这么一会儿功夫 雪就转大了 一片一片跟额毛似的轻飘飘往下落 地上积雪更厚 田路两旁的松柏都被冰雪覆盖 一丝绿意也无 只可惜随着车轮滚过 地上积雪被压出凌乱的车孽 那肃静的美丽很快就变得泥泞不堪 裸天成拿出一卷书册 半靠在车厢壁上 见真妙瞧得出神 不由放下书卷 阿四 外面太冷 彻底有热 这样冷热相机 当心寒气入体 到时候 就该浮通 真妙放下帘子 回头笑道 哪有那么娇弱了 罗天成不满的皱眉 我可打听了 女子若是身体健了 是不会浮通的 等回来寻个可靠的大夫 给你看看吧 真妙瞧水出智 怕二叔二婶那边喜坏心思 是悄悄瞒下来的 罗天成有心寻个信得过的大夫 若是大夫不靠谱 最容易做手脚害人性命 就在这上头了 只是他整日忙得足不沾底 倒是把此事给耽搁了 这样一想 就有一些惭愧 招手让真妙坐到身边来 真妙不明所以 就凑了过去 乐人唐武大夫的娘子 借娘子擅长妇科 哪次我去逛街 顺道让她给瞧瞧就是了 国公府除了供养的大夫 从外面请来大夫问诊 都是太医 只是这些太医 往往背景复杂 说不好就是哪位贵人的人 这也是罗天成 一直没有请太医来看的原因 至于府上那位 被管家的天室喂了那么多年 早就喂熟了 可民间的大夫还是女子 医术到底如何就不好说了 先别急 我打探一下再说 真妙点了头 好 罗天成一笑 忽然把真妙揽进了怀里 真妙吓了一跳 盲推了一下 柿子 你干什么呀 对方凑着他耳根低声道 阿四 既然是百官朝贺的大日子 无论出了什么事 都要撑得住气 一定不能慌 若是可以 最好和初夏公主坐在一起吧 皇上大手 他们这些外秘符 和百官自然是不在一个地方 按理说 为初阁的小娘子 是不好进宫败寿的 但像初夏郡主这样的宗室女 以及重启县主那样 和皇上有血亲联系的 自当例外了 徐师离得太近 温热的鼻息 尽数扑在他脸颊上 本就有一些发热的脸 就更红了 真妙有一些不自在 往外挪了挪才道 狮子 你今日好奇怪 这反应把罗天成给逗乐了 挑眉问道 哪里奇怪 难道是靠得太近 他害羞了吗 要说起来 他们也该成为真正的夫妻了 真妙却不知道他这番心思 倒好像今日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才叮嘱我 罗天成心里一跳 面上不动身色 怎么这么说 真妙无奈地贪手 上次在围场 你也这么说 结果 罗天成轻弹 心到这丫头还挺敏锐的 真妙又笑了起来 不过上次我们寻了四叔回来 倒是因祸得福了 你倒是心宽 罗天成捏了捏那 焰如桃花的脸蛋 真妙挥手拍掉 那大手不满得道 哪有你这样对自己娘子的 怎么和豆猫死的 好 那梁子说 为父该如何对你 罗天成轻声过来 二人一时之间靠得极近 真妙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给弄愣了 一双眼瞪大 清澈明亮 对方的影子清晰地印在里面 罗天成有片刻的愣神 鬼使神差的嘴唇 就落在了那双眼睛上 若说他的阿四和前世的真实 最大的不同 就是这双眼睛 分明是一样的形状 可每当他困于心魔时 就是这双眼睛时刻提醒他 他们不同 今生和前世意识不同 这是他的阿四 在他最美好时 被他拥有的阿四 那一世成亲晚了三年 许是那短短的三年时间 一个丧了母亲 名声又不佳的少女 背负得太多 才渐渐地被染了颜色 他没有半分怜惜 而是用轻视的冷漠 再狠狠地踏上了一脚 从此 两个人都万劫不复 幸好 他们又在一起了 在一起的时间 刚刚好 罗天成心中情动 早忘了今夕何夕 只是拥着怀中人 温柔又热烈地亲吻起来 真妙由一开始的呆滞到慌乱 可偏偏一切抗拒 都被对方那无穷的力气化解 又不敢发出声音 生怕被外面的人听到 到后来 头脑发昏 只觉得像是一场浮华的迷梦 在狭小的车厢里发酵 偏偏又挣扎不行 干脆就放弃了反抗 任由自己沉迷了 明显感觉对方的顺从 身为正常的男人 名为理智的那根弦 瞬间就断了 罗天成一个翻身 把人压在身下 身下女子紧闭着双膜 睫毛由于被亲吻过 是露露的 脸颊比醉艳的桃花 还要明媚 明媚地让人 望了外面的冰天雪地 只以为这是世间 最温暖的芙蓉帐内 真妙感觉到寒一袭来 一个颤力猛然睁开了眼睛 这才发觉衣衫都退了大半 偏偏对方还衣衫整齐 一双大手胡乱作怪 真妙急了 人要练树药皮 甚由他胡闹下去 等会儿他就没法下马车见人了 又气又怒之下 抬脚就踹去 却被罗天成一把抓在手里 别闹 倒是你丫头不老实 到底是谁不老实 真妙有一些生气了 你这样胡来 等会儿要是被人发现 端倪 我怎么见人 见真妙都要急哭了 罗天成也知道自己太冲动 改为侧堂 揽着他哄道 是我不老实 佼佼 你别急 到皇城门口 还要等一会儿呢 真妙听了脸色一环 就听罗天成又道 那就再抱一会儿吧 闭嘴 真妙一拳打过去 世界终于清静了 到底是穿戴整齐 端坐在了皇城门口 真妙还不放心地问 我的船没外绑 没有 罗天成哭笑不得 二人这才下了马车 至此分开 罗天成去御殿县里住寿 真妙则换了一顶软轿 被抬去了招待秘妇的内殿 真妙由公额领着进去 殿内热闹的气氛 就有短暂的凝滞 这段时日 郑国公府可是京城 津津乐道的话题 总是一波未平 又是一波起 本来罗天成救驾有功 容身高位 正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最珍视 无论私下如何 都会表现热络 可偏偏救了公主的世子夫人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 还被传出 被太后皇后不喜的流言 孔穴来风必有因 要是患在平时倒也罢了 可如今太子之位 隐隐有不稳的迹象 若是真成了夺敌的局面 那么 地位崇高的太后 可无子又身居正宫的皇后 就是极关键的人物了 命妇对真妙 就持了一种微妙的观望态度 真四 一声呼唤打破了短暂的安静 初霞郡主大步走了来 挽住真妙的手 真四 我母妃请你过去哪 真妙随着初霞郡主过去 就见一个貌美的妇人 坐在预案后面 脸上挂着温婉的笑 王妃 真妙连忍行礼 过来坐 永王妃示意真妙 坐在身边 才眨眼笑道 早就像亲口向你道谢的 只是一直不给机会 真妙笑眯眯道 王妃客气了 初霞公主 是我手帕脚 救她是应该的 不用说什么谢不谢的 初霞郡主 摇着永王妃的胳膊 母妃 我早说不用道谢的 您谢来谢去的 都把我们谢身份了 是 大恩不言谢呢 永王妃看了真妙一眼 心中叹气 她这傻闺女太实在了 哪怕是公主之尊 这么说 恐怕都会让救命之人寒心的 这一看 倒发觉真妙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这两个丫头还真有一些像 难怪能成为好友了 只是女儿性子 和亲到异国他乡 真担心会吃亏的 初霞 母妃不是说过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一将来到了满尾 也要如此行事 才能广结善缘 可是 真妙对我的不是滴水之恩啊 是永泉之恩才对 初霞郡主忽然起了促霞之心 兴致勃勃地问 真四 你说 永泉之恩该怎么办 这话问的 就连永王妃 都好奇真妙的回答了 不说初霞公主的身份 就是寻常人 也是生理恩 抖米仇的 真妙都没考虑 就笑盈盈的道 滴水之恩都永泉相报了 看来永泉之恩 只能无以为报了 初霞郡主笑了起来 用王妃暗暗点头 这真是倒是一个心思通透的 不是她凉薄 只是人性如此 若是真是下意识地 总以恩人自居 她和初霞的关系 恐怕很难尝 她做母亲的 难得看到女儿 有一个可托生死的好友 要是不能长久 便是她都替女儿可惜了 而真是摆得正 看在初霞的份上 之后能帮尘一把的 她也愿意出手 倒是初霞郡主听了真妙的回答 是一道 无以为报 那是不是就要以身下血啊 戏折子上都是这么说的 永王妃倾笑起来 随后又有一些伤感 她就这么一个女儿 嫁到满尾去 此生再难相见 王妃 看你们这其乐融融的模样 倒像是一家人似的 永王妃闻声望去 就见穿了一身 雍容红色宫装的赵皇后走来 她身后跟着地位高的妃子 和几位皇子妃 以及年幼的皇子公主 永王妃从月案后站起身来见礼 店内的人纷纷行李参见 皇后娘娘虽无宠无子 可至今依然稳住皇后之位 在场的都不是傻瓜 又怎么会不恭敬呢 赵皇后抬了抬手 示意众人免礼 说了几句场面话 然后就拉着永王妃一起坐下了 永王是招风帝的 一母同胞的弟弟 身份自是和其他王爷不同 皇后对永王妃亲厚一些 无可厚非 店内恢复了热闹的场面 众人三三两两的闲聊着 但心神还是分了一半 在赵皇后和永王妃那里 疼才在说笑什么呢 王妃这么高兴 赵皇后一双美膜 在真庙身上落了落 笑吻道 真庙悄悄打量着赵皇后 她印象中的赵皇后是个直性子 曾经被蒋贵妃打压的 抬不起头来 没想到一年多的功夫 倒是变化不小 尤其今日一身华贵红衣 更衬得她肌肤肾血 明艳非诚 竟是一点不显老气 这样想着 视线就落到了 如今正得慎宠的吴贵妃身上 吴贵妃正是桃李年华 可看气色 倒是不如赵皇后了 也不知道这些日子发生了什么 真庙自然是不关心这些 悄悄地移开了眼睛 这时永王妃已经把刚才的笑话说完了 因着大半命夫到刘毅这边 事宜也听到了这番话 算是想起郑君善意的笑声 这也不是他们就真的欣赏 初霞郡主这样性情直率又俏皮的性子 不过是因为对方公主的身份 且要去和亲 又是大洲的有功之人 皇上心底定是又怜又喜爱的 没人敢唱反调罢了 赵皇后笑得前仰后翻 打趣道 实可惜世子夫人是个女儿家 不能娶了初霞去 用王妃目光从初霞郡主和真庙身上 一一扫过 才道 我倒是想着 他们两个有这番缘分实属不易 若是能结成姐妹 我也多个女儿 倒是一桩极好的事了 这话已出原本还在三三两两交谈的人 顿时指了话 殿内立刻争落可闻 所有的人都思绪万千起来 永王妃竟想认郑国公世子夫人为义女 这是话敢话提出的 除了极少数不大精明的人认为如此 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摇了摇头 宗氏认清这么大的事 不可能是心血来潮提出的 要知道若是永王妃 收郑国公世子夫人为义女 那郑国公世子夫人 就算不被分为郡主 那也能分个县主的身份 从此再进宫 就会少了许多避讳 寻常的外民夫 哪怕品级再高 除非特定的日子和太后 皇后宣赵 是不得进宫的 一片诡异的沉默气氛中 还是赵皇后先开了口 王妃 你这话就不对了 初霞现在是公主 若是她们真的结为姐妹 那也是我多个女儿才是 这话更是惊倒一群人 真妙门答答的抬头 眨了眨眼 什么情况这是 不带这么歪楼的 怎么总觉得好像有一些 不对劲的样子啊 永王妃艳然一笑 皇后娘娘就爱说笑 初夏远嫁后 我这身边孤零零的 您还要和我抢女儿不成 你这是当真的呀 赵皇后突然来了一句 众人觉到 皇后娘娘 这种上也能开玩笑吗 赵皇后 却是遮去了眼中的身衣 她虽然性子直一些 到底也当了这么久的皇后 哪能一点不能领会皇上的意思 皇上早就想候赏真实 只是不知为何 太后近似有一些不满 皇上孝顺 不想违逆了太后的意思 就想从别的方面入手了 已经跟她提了几次 真实和初夏感情深厚 不像朋友 倒像是亲姐妹似的 她这个皇后又不是白当的 哪还不明白皇上的意思 永王妃唯一的女儿和亲满尾 膝下凄凉 无论是皇上还是太后 心中都有一些愧疚的 而真是对初夏又有救命之恩 若是永王妃把真是受为一女 无论是谁都挑不出错去 就是太后都不好反对 她特意点出三人 倒像是一家人 果然永王妃闻贤歌而知雅逸 就顺着提出了任女的事情 初夏 你愿意不 永王妃慈爱地看着初夏郡主 初夏郡主 察觉满屋子视线都落在她这里 一脸的别扭道 好倒是好 只是真四比我大 实在是可恶了 永王妃又看向真妙 真四 你可愿意多一个义母 真妙还处在震惊中 快速用她那极为有限的宅斗智商盘算着 最终泄了口气 她宅斗还没完转呢 这是要升级为宫斗的节奏了吗 她认了永王妃当义母 就成了永王的闺女 永王是皇上的亲弟弟 太后的亲儿子 永王身份尊贵 还是个老顽固 身份尊贵的老顽固好啊 没有争权夺利的野心 谁都待见 身为身份尊贵的老顽固的闺女 似乎也是不错的 比如有的闺女在婆家受气了 或者夫君疼小妾了 若父亲是个讲究礼仪人性的 说不定还要训诫女儿一番 可要是个身份尊贵的老顽固 恐怕会直接拎着板凳打上门去了 别人还不能把她怎么样 这个亲可以认 真妙想明白这一点 果断地点了头 正在遇见贺寿的某人 眼皮一阵狂跳 摸了摸下巴 总有种未来很不妙的感觉 这是怎么回事啊 感应该不能夙信 不愧 素敬的感恩 勿配